原来说计划看 他们告诉我没票 说十七十八场的演出全定光了 好正好郁东打电话说 没票我这有票 你来看赶紧就来了 然后给留了很期望看 因为那个原剧 别人给我讲过 从日本来那去 那个戏的好处 加上这俩演员都是朋友吗 而且觉得说陈道明有出奇的表现 我特别期待要看看 出奇的表现是什么 再问我 下一步跟你有没有合作的计划 我们至少合作十部电影 这个黄导也至少拍三部 然后帮我监制七八部 郁东跟我是很好的朋友了 我们第一部电影 就是黄导帮我 而且 就是我们起家的第一部电影 而且也比较 我们俩的关系也比较坦白 是吧 比较直率 所以这么多年 新得过 双方还是新得过 而且合流起来 也比较快乐 对吧 有问题 讨论问题 就是两个人的性格还行 还行 就是因为其实这前两部戏 都有他的股份在里头 都都有他的股份 然后呢 我第一 我有一部戏 求求你表扬我 就是虞东在里割了不少的钱 他要投资 对 虞东 虞东投了 对 范围那个 对 因为那种事属于非常个人化的 帮我做监制 对 所以 一起做吧 挺好 我觉得挺正常 原来呢 就是说 以往啊 建国的时候 其实没有外国片 那么建党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排片表 他们把十天拿个排片表 有五个美国片 跟我们一直在并行 公共熊猫一直并行 到 大概到七月十五号 说 昨天他们说 还有的电源还在演 还在演 所以呢 就等于变了一个 更客观的市场 那么在这个客观的市场里 现在我们三亿七嘛 因为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 还有一些包场的票房 没折回来呢 就是说一场八千啊 就借拷贝的那种 还没折回来 应该挺正常 因为 建国的时候 我们占了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八十几 这次我们其实占了百分之四十几 在四十几年拿回来 这样一个将近四亿 我觉得还是挺客观 当然 我原来 我的估价是在超过上一部 我原来自己觉得超过上一部 但是我 我没有觉得我们同时对着 公布熊猫 对着加勒比海盗 没有觉得那些片子有那么长时间的演 所以呢 这样呢 就客观冷静下来 觉得理性的来看待 其实这个票房 其实比较真实 就是另外呢 到目前还是最高的 今年的市场 因为WTO以后 今年三月不是 我们有一个期限到吗 所以你现在看 基本全是并行 以往 档期空档的情况 已经到目前没存在过 对吧 所以大家慢慢要适应这个 就是一个 整个竞争的一个环境 使我们电影 这种压力下 两个结果 一种是某些人被压垮 一个是对促进电影的新的提高 会有帮助 我还这么不知道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忙新的电影 对对对 我在监制的一个 还有在策划一个新导演的戏 在忙着 天天在开会 也没有 因为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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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钱学森是我监制的 因为后期到最后 这个剪接阶段 我在 在 在参与 参加一些讨论 决定一些方向啊 什么的 另外新的片子 是青年导演的 我在帮青年导演一些帮 因为这有空 我就希望 因为电影永远是 年轻人的嘛 我们都从那过来 你的经验和你的资源 呃 目前好一点 我就觉得去帮一些青年导演 做上一两步 然后回过头来 再去帮 于东做一个大的 一个很大的 呃 没有 我帮他监制一个 他监一个大的 对 呃 现在还还没定 所以先把一个很大的 就是很大的 呃 第一呢 是这个 伯纳上市之后 呃 也想一直忙忙碌碌的 我觉得暑假呢 大家都 都 这个 很多休息 放假的时间 呃 除了工作之外 我也想请我们的 投行啊 呃 圈内朋友啊 还有这些 呃 跟我们合作的伙伴 呃 大家作为一个 就别老一天聊电影 所以我们就 看一场话剧 呃 正好是 陈道明老师呢 呃 接下来要主演 伯纳的 投资的一部 大型的这个 古装的电视剧 楚汉风云 呃 拍完这部话剧之后 他就要进组了 呃 要跟我们 一起奋战八个月 呃 估计要戴头套 就戴八个月 那是一部大戏 是高熙熙导演 呃 陈道明主演 叫刘 刘 刘邦 呃 叫楚汉传奇 这个电视剧 呃 也是今年最大的 呃 电视剧 呃 我们预计会在 2013年 开年大戏 呃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公司发行的那个白蛇 对对对 展映 想问一下 您是不是有计划去 威尼斯做一些宣传 对 那肯定会去了 那个昨天那个获得了这个喜讯啊 这个呃 呃 玄华导演 呃 华仔和叶德贤主演 这个陶姐这部剧 入围今年的华语 呃 就是做代表华语电影吧 入围维尼斯主竞赛单元 这是一个很好的成绩 呃 我记得我7月初的时候 给马克莫勒来看这个片的时候 他一边看 一边看样片 一边流眼泪 当时他 他他就提了一个要求 他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光盘 给我带回到 威尼斯一般 一般我们不会把样片成 就脱手的 啊 他说你可不可以 给我 我要给我们的 其他的选片人 一起看 那么这样 这个时候呢 这个这个我们就相信 肯定相信马主席嘛 他们他回去之后 后来他的选片人跟我说 所有的外国的选片人 一边看一边流眼泪 全哭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了不起的 就是一个剧情片 文艺片 打动国外的选片人 所以我觉得我很期待这个 呃 陶姐能够入围 同时也相信会有所斩获 其实伯纳你看啊 除了商业电影之外啊 你看商业电影 我们今年下半年还有 窃听风云马上上了 8月18号 呃 刚刚上映的这个财神客栈 也票房过亿 那个下半年还有这个呃 徐克导演的龙门飞甲和尔东升的大魔术师 这些都是年度大片 这都是商业电影 同时我们在这个艺术电影上面呢 我们今年也是非常有成绩的一年 呃 威尼斯营战 呃 我们进入主竞赛 陶姐 那么希望陶姐呢 接下来呢 除了威尼斯之外 现在已经获得了多伦多电影节 釜山 还有这个台北金马奖的一系列的奖项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呃 争夺吧 我觉得我们不着急这个 供应 因为年底的商业片也比较多 我们自己的片子也比较多 我希望就是说呢 呃 多做一些宣传 多去一些国外的营展 那么最终我们希望会在明年的香港金像奖的时候 能够有比较多的提名 这个时候呢 我们希望那个时候我们在上片 这样的话呢 会让更多的观众来关注这这部电影 啊 对 威尼斯应该去了 因为华仔已经 我们商量好了 一定要威尼斯见了 啊